台中市乌日区黄河路四五段的河堤外高摊地 早期种植一整排的牧棉 每年到了三四月牧棉花开时期 就会有一堆棉絮沿着风飘散到周遭的社区 住户的外墙窗户上都粘上一堆棉絮 对有呼吸道疾病的住户是深受其害 希望能够移植树木或者是改善状况 不要年年都受害 饭汪过去整排翠绿的树木不仅相当疗愈也能够遮阴 但到了每年的三四月份牧棉花开花时期 可就成了周遭住户最头痛的时候 棉絮随风飘散影响到住户的生活品质 可是一点都不浪漫 社区的住户有反映河川地的牧棉花的牧棉树 那在每年的四月到五月开花的时候 会有棉絮在这个飞养的部分 刚好在夏季有这个南风的部分刚好就吹到社区 所以我们针对社区住户反映的部分 来做一个请相关单位来做一个会看的动作 地方表示环河路四五段属于高铁特区 近年来新建不少大楼许多外来人口进驻 而在河堤外高摊地上早期种植了四五十颗的木棉树 却发现每年木棉花开时 棉絮就随着风向催散到周边的社区 住户的外墙窗户都黏上一堆棉絮 对有呼吸到疾病的住户更是深受其害 需要能够移植树木或是改善情况 山河路四段五段这边河堤外面的木棉树 已经有大概将近十五十颗 那因为在那个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 木棉树开花结果又让棉絮被漂 漂得很远 甚至漂到山龙路也都很多住户的窗户门窗 整个都是棉絮 所以我们接收到我们这个住户的反应 今天我们就找了第三核参局来现场来看 地方明代表示 木棉花絮仅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 经过协调后 地方单位同意在木棉树开花结果之前 先修剪枝叶 减少棉絮影响居民生活的情况